大家好,这里是独摄编辑部的小马 虽然今年情人节党糊了 但他们成功用自己的血泪 衬托了别人的辉煌 2月底三部爱情片上映 评分一部比一部高 花束班的恋爱18万人打出8.7分 临时撤档海青主演的《引入烟城》 豆瓣开分7.9 虽然上映日期待定 但口碑和奖项都还不错 还有甜茶主演的《纽约的一个雨天》 虽然距离电影首发已经时隔两年 想看人数却依然有14.6万 毕竟这是中国院线大一幕 第一部无敌爱伦 但这个宣传标语和爱的人走进影院 开启浪漫雨天约会 小便是不是真的没有看过电影啊 突然懂了当年爱乐之城是怎么诈骗情侣的 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 真的适合情侣去看吗 它真的浪漫吗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纽约的一个雨天 和他背后的导演无敌爱伦 窗外是纽约的雨天 小包记者阿什利和电影人泰德坐在一辆车上 他们正在找一个采访中途跑路的导演 却意外撞到了泰德妻子的出轨现场 另一边阿什利的男友盖茨比 本和阿什利一起来到纽约 这时却和朋友成坐在车上 他本来计划和女友浪漫的约会 却屡屡被放鸽子 于是成鼓励他打个电话查稿 看看是不是有蹊跷 最终等来的回答却是 出轨被割语言不详的女友 纽约的雨天到底浪漫在哪里 爱丽范妮饰演的阿什利 和甜茶饰演的盖茨比 是一对笑云情侣 盖茨比是忧郁的艺术青年 喜欢浪漫和雨中散步 她的真实身份是纽约名流富二代 而阿什利是一个 有着清晰职业目标的学生 同时也是某个爆发护家的现金 这个周末 阿什利有了一个采访民导的机会 内心激动的她 期待能挖到一些电影圈的内幕 甚至是八卦 而盖茨比却忙着计划 两人在曼哈顿的浪漫约会 但两个人的交流就像隔空对话 采访过程中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在下雨的纽约 阿什利遇到了比采访还要困难的考验 三位来自上流电影圈的男人 不约而同的和她表露心计 盖茨比则在被女友一次一次放鸽子后 意外邂逅了前女友的妹妹陈 两个人一见面就有些火药味 陈却表示自己以前就对盖茨比有好感 纽约的语迹 冲刷着二人的内心 不同的欲望 隐喻在潮湿的街道中 这分明不是一场浪漫约会 而是一场各怀鬼胎的分手之旅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 这一点也不稀奇 他的电影总是日复一日 重复着相似的故事 演绎着相似的自己 预告片里的天茶 穿着棕色的西装外套 里面的衬衫和内搭 像极了年轻时的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是谁 夸解最想合作的导演 一幕经典数不胜数 上世纪的安妮霍尔 曼哈顿 开罗紫玫瑰 新世纪的赛末点 母叶巴里 蓝色茉莉 等等等等 这辈子拍了40多部电影 14部获得奥斯坦的提名 如今87岁高龄 还要继续拍 而且根据他老爸100岁 老妈96岁的长寿基因 也许还能再占几十部 他被称为电影界 唯一的支持分子 因为他电影的特点之一 就是文学性极强 大量的台词 擅长用对白来塑造人物 讲述故事 喜剧的外壳 暖色调的画面 绝妙的配乐 但在他的电影里 更特别的是对爱情 和两性关系独特的探讨 纽约的一个雨天 母夜巴黎 蓝色茉莉 塞莫蝶 这些电影和爱情烂片的区别在哪 大多的年轻烂片 套着爱情片的外壳 实际在迎合商业片的诉求 比如男主必定深情笃定 女主必定温柔圣洁 又或者是无比狗血 却又狗血的毫无道理 只能用千篇一律的癌症 失忆车祸梗 制造冲突 但如果仔细观察 伍迪阿伦的喜剧爱情片 里面的情感 总是包裹着复杂的配合 当男友提出要见见他采访的导演 他立刻回绝 表示不想让你吓到他 他仿佛不想让别人知道 自己男友的存在 当别人问他你有没有男友 他几次犹豫 然后说 你还有个男友吗? 我吗? 是的 而实际上没有 我说 有个男友在乌尔里 阿什利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 这些大佬们的谬思 知己和暧昧对象 但他没有看穿的是 这些影视圈的上位者 看到新奇的猎物 充满了甜蜜蜜的虚伪 当偷情撞到女友回家 这些人就会原形毕露 表面上 这是阿什利的虚荣 天真和愚蠢 但更像伍迪艾伦 对好莱坞的虚假 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 看似温柔体贴 却屡屡受伤的甜茶 又真的那么爱女友吗 他被拉去和陈拍吻戏 一开始说的是 但拍到第N条 也许因为想快点结束 终于可以吻得很动情 这份动情 只是因为静夜吗 午夜巴黎 一起去巴黎度假的情侣 电影编剧吉尔 和未婚妻伊内兹 本来也就更怀鬼态 伊内兹明显表现出 对旧时同学保罗的好感 尽管彼此都已经有了家事 一起去逛展 对吉尔百般嫌弃 沉迷在保罗的 掉树袋声词里 吉尔逃行 他也无所谓 因为要和保罗跳舞 最后被发现偷情 也觉得无所谓 理所当然 而另一边 留恋望返于 午夜巴黎的男主吉尔 何尝不是夜夜声歌 处处留情呢 和未婚妻告别后 立马就有了下一个目标 蓝色莫莉 原本的神仙郡侣 哈尔和莫莉 一个是成功的企业家 一个大学人类 学还没读完就嫁人 两个人从相遇到结婚 哈尔看似深情 对莫莉无微不至的照顾 都表明着 这段爱情曾经看起来 多么美好 但镜头一转 哈尔出轨莫莉的瑜伽好友 被莫莉的妹妹瞧见 两个人旁若无人地 从酒店里出来 在借脚接吻 后面哈尔带着亲人去法国 又被莫莉发现 真正暴露了她的外遇 而哈尔对此 也只是一句轻描淡切的 而且还要夹一句 把莫莉给气死 这真是典型的 伍迪爱伦士人物 但女主也不是全然无辜 从一开始 她对婚姻的态度 就极其功利 而她对哈尔的商业欺诈 和外遇 不可能全然不知 但她所做的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任自己沉沦在哈尔的甜言蜜语里 最后是气急败坏的她 亲自打了FBI的电话举报哈尔 说是哈尔毁了她的生活 但最后按下爆炸键的 是她自己 还有伍迪爱伦作品里 我最喜欢的赛莫迪 威尔顿原本是一个网球教练 遇上了富家千金 在千金父亲的帮助下 她成功继承上流社会 但她却对斯嘉丽扮演的小演员诺拉 产生了兴趣 尽管诺拉是千金哥哥的未婚妻 但一来二去 两人依旧成为了情人 威尔顿厌倦了每天戴着面具 在上流社会表演 对自己相似出身的诺拉 她能敞开心扉 对妻子是上班快要迟到 但是面对情人就永远有空 和妻子的相处对话 总让她觉得无趣 一旦和诺拉在一起 就极性浪漫 当诺拉告诉她 她怀孕了 威尔顿为了能保住 自己的上流社会生活 女院谋划一场入室抢劫案 将诺拉开枪打死 要说描述渣男 还是伍迪艾伦描述的精准 同位男性的她 将渣男的弱点 内心深处的阴暗 和谎言表现得淋漓尽致 罪人也往往不只是渣男 而是所有局中人 这就像伍迪艾伦自嘲的一种方式 不吹捧任何主意 在她的世界里 似乎只有要和不要 做了和没做 为什么伍迪艾伦 致力于展现渣男 或许不该这么说 应该说她也在无时无刻剖析自己 她在剖析着爱情里 所有的美妙之处 以及美妙之下的污垢 她把自己揉碎揉进电影 把平时说不出来的欲望和想法 把自己的每一面 揉进电影的边边角角 影片中许多男性角色的经历 更像是她自己的缩影 她的不少电影 都像是重复自己故事的次串 浓厚的个人色彩 话捞式的台词音乐 影片处处彰显着 导演本人对生活的思考和品味 这些情感里的灰色地带 是导演对人性的剖析 也是伍迪艾伦对自己的剖析 自嘲 甚至自恋的一种方式 穆迪艾伦是在批判他们吗 又或是在为他们洗白 或许都不是 她的电影很少非黑即白地 去批判某一个人类的特性 而是始终在探讨这背后的原因 人性的多样性和脆弱 别人对她的评价是 她电影里的爱情 也是复杂 真实的 就像她人生中那些爱情的缩影 她父母的婚姻就不算幸福 在她印象里 两个人从来都不合 虽然结婚时间很长 但在她的儿童时代 他们要不吵架 要不就不说话 家里的环境 吵杂热闹 整天就想了疯人院 探议对复杂环境的过分早熟 也体现在了她的电影里 自己的爱情讲起来也一地鸡毛 她一生中结过几次婚 最早的一次才18岁 但据她自己调侃 后来伍迪艾伦遇到了米亚法罗 声称她是自己的谬思 两人合作了不少电影 但这段也结束的并不光彩 因为米亚法罗发现 她竟然和自己的养女在一起 与此同时 她还不得为演完和伍迪艾伦 正在合作的丈夫与妻子 当时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的MeToo运动 也给她带来了诸多争议 她的花瓶绯闻在各大报刊盛传 就像她自己的电影里一样 情感总是以争议的姿态出现 著名的欧洲城市三部曲 五叶巴黎 五叶巴塞罗那 爱在罗马 在网上更出名的教法是 出轨三部曲 在她的眼里 人性与爱情的复杂 就像她乐于调侃的 上流社会知识分子那样淋巴 纽约里的盖茨比 从小就是窝寻于上流社会的反叛者 所以看不惯上流社会的装腔作势 但她早已沾牙了属于这个阶层的气息 阿什利想要躋身上流社会 却被虚假的繁华迷失了双眼 两人的四位做派 是典型的老派与新贵的对立 一个想逃离 一个却拼了命融入 但更隐晦的 或许是五叠艾伦 透过对盖茨比的投射 在寻找那个曾经想象中的自己 如果回到安妮霍尔 那个她从来无愿承认 但总被称为她的半自传的电影 出生在贫穷犹太家庭 介意自己的出生 自认为有童年英明 有点RQ精神 但对人生却充满消极 喜欢讲无聊的笑话 有些神经质 以及两次失败的婚姻 种种元素 都像是她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挪用 也许她人生的复杂 注定了她人生观的复杂 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不信任 所以在她的镜头里 对于爱和浪漫的态度 也向来是模糊的 一方面沉面于爱的魔力 另一方面又有种本能的不安和躁动 但她所做到的 或许就是把这种不安 转变为了魔力 去拥抱感情里的变化莫测 一如生活里的复杂喧嚣 放弃对爱情的定义 而是随其自然发生 再自然结束 从坠入爱河 到不再相爱 再到继续生活 回到开头 相比那些爱情烂片 为什么她拍的爱情千姿百态 甚至也很狗血 但观众依然愿意看呢 她看穿了爱情内核的复杂与悲凉 但她选择把这层悲凉的底色 包裹成一颗颗糖 也许这才是 她对爱情真正的解读和呈现 好了 本期读射编辑部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关注 一键三连 这是我们做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